台中人真的很爽,不但草物广场经常举办各种展览活动,旁边的秦美成品也吸引超多名店庆祝。 戏,有奇迹舒芙蕾美誉的Flippers插旗之后,来自,的人气名店由顾月Milch将带来创下每30秒卖出一个热销传奇记录的半熟气丝蛋糕。 人气名店由顾月Milch,由顾月Milfi,插旗台中秦美成品,将于28分之9正式开幕。 由顾月Milch的Milch在的文中就是牛奶的意思。 由顾月Milch的商品是使用100%由顾月当地产的牛奶制作。 招牌的半熟气丝蛋糕。 从2015年来每年都获得德国WorldPredgerSoul大赏,以及有食品届奥林匹克之称的Monk Selection金赏。 是业界唯一连续5年夺嫁双料奖项的甜点。 最惊人的是,由顾月Milch的半熟气丝蛋糕年销量于百万颗。 创下平均每30秒就卖出一个的传奇记录。 半熟气丝蛋糕有冰,热两种吃法,冰冰凉凉的蛋糕入口后,被嘴里的温度缓缓化开。 藏在冰冷外表里的则是浓郁又热情的厚实气丝味。 犹如丝滑冰淇淋般的口感满足你的味蕾,而热的半熟气丝蛋糕表面烤得焦香。 还没吃进嘴里就能感受到浓郁牛奶香。 中层气丝奶油的半熟状态。 一咬下去就流泄出来。 搭配底层松软蛋糕体。 让嘴里充满了幸福的滋味。 除了招牌半熟气丝蛋糕外。 油布韵也有抹茶气丝蛋糕。 浓浓的抹茶馅包裹在气丝蛋糕中。 如泄红般流液而出。 能尝到满口的茶香。 手酱半熟布丁。 底部是唯苦的手炒焦糖。 凝固的布丁体宛如茶碗蒸翻滑嫩。 加热后则会形成水嫩水嫩的半熟口感。 让人能充分体会半熟的魅力。 这次台中请美店开幕。 也将推出新品舒服蕾气丝蛋糕。 以独特手法制作。 吃起来口感介于气丝蛋糕与轻盈的舒服蕾之间。 红松中带着稠密的浓郁气丝滋味。 绝妙的口感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Q的。 由布丁Milch。 期间,二十八分之九开幕。 地点,台东市西区公益路六十八号,请美成品绿园到一楼。 活动,二十八分之九到五分之十一开幕期间。 半熟气丝蛋糕买五送一。 舒服蕾气丝蛋糕特价一百八十九元。 每人现买一个。 又有一家人气甜点插其台中啦Q的身为台中人真的觉得很幸福。 一定要来试试看热诱人的气丝蛋糕。 谢谢观看热诱人的气氛。 感谢观看